欢迎收看电机收藏业界前沿报道 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 微软公司用自己最大的赌注将日本火热的年末商战送至了高潮 2003年1月16日酝酿已久的微软游戏专用网络系统Xbox Live正式在日本启动 鉴于主机在日本发售一年来始终萎靡不振的局势 微软游戏部以及不少Xbox支持者希望能够借助微软本身在网络领域超前的渗透力 通过全新形态的游戏方式来吸引人们对Xbox的关注 而微软更是下大力气网络了数十款专用游戏叙事待发 或许由此一种全新的竞争方式将逐渐展开 《星之海洋》是埃尼克斯旗下最具标志性作品系列之一 其卓越的游戏品质和宏大的世界观体系早在超级任天堂时代 就已经为众多核心玩家拍手称道 系列最新作《时间的尽头》将借助更为强悍的硬件基础 为广大玩家塑造一个更为壮观的未来世界 这款自从宣布开发起就一直被玩家关注的作品 在《最终幻想》和《勇者斗恶龙》系列均未有新作面世的2003年 很可能成为年度最热门的RPG大作 而除了招牌响亮和可以预计的热销局面外 新作中卓越的进化之处将更是快位玩家的重点所在 2003年2月27日 《鹰大战》系列最新作《热血青春》即将登场 《热血青春》虽然是鹰大战系列在PS2上发售的第一款作品 游戏本身也不过是系列一代作品的翻版 但鹰大战巾巾不让须眉的魅力仍旧吸引了相当多玩家的注意力 由于已经在《土星》和《DC》上有过两版作品 所以PS2版《热血青春》增加了许多新的要素 除了使用在三代以后运用的全三维战斗系统外 游戏更在对话系统和情节安排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由于重新进行了大量包装 所以即使是系列的老玩家 也能从中获得不少新鲜的感觉 作为SCE本身 RPG看家宝座 妖精战士系列最新作《精灵的黄昏》 将以崭新的面貌 再一次向世人展示SCE卓越的游戏制作功底 对于从诞生之日起 就缺乏足够重量级RPG大作装点门面的PS2来说 SCE一直都未曾轻视过这方面的努力 虽然如今RPG游戏在业界的作用已经大大降低 但优秀的RPG大作依旧可以靠强大的消费习惯 获得不错的成绩 本月28日号称GEC主机最优秀的第一人称 射体大作《银河战士》即将发售 新版《银河战士》是系列中首款3D化的作品 并且能与不久前发售的GBA版进行联动 新作特别强化的画面效果出类拔萃 一经公布便引起大批玩家的关注 而任天堂更是将作品高超的游戏性 作为另一个对外宣传的标志性筹码 丰富而饶有趣味的解谜系统将在游戏中占有很大比例 对于老谋深算的人天堂来说 它制作的每一款游戏都会有别出心裁的举措 而JC版《银河战士》依然继承这一传统 给游戏业带来一股新的制作理念 作为PS2时代标志性的动作游戏 《真三国无双》获得的成功 已经改写了动作游戏的历史 在2012年推出了大获好评的资料片《猛将传》后 光荣并没有停止开发的脚步 很快就将推出系列的正统续作 三代中玩家不但可以看到更加出色的画面表现 使用全新的武将角色 更可以对武将的面貌能力和属性等数值进行编辑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全新角色 对于光荣公司来说 如何突破二代道具收藏系统大受好评的铃鱼 指三代能否继续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